订婚宴那天,未婚妻姜仪为了男闺蜜,当着所有人的面逃婚了,我拿着话筒上台,说,今天是我的生殖宴,大家吃好喝好。 后来姜仪让我重新举办订婚宴,我却送给她一张请柬,订婚宴就不办了,欢迎你来喝我的喜酒。 诚言对不起,夏明轩那边出事了,我必须立刻赶过去。 姜仪拿着车钥匙,过来跟我道歉,我刚换好席服,正准备出去敬酒,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姜仪,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 我和她的订婚宴,为了表示尊重。 我家这边的亲戚几乎都请了嫁过来,她自己的父母也坐在主位等着,姜仪现在跟我说她要去找夏明轩,疯了吧,姜仪满眼都是焦急,我都答应嫁给你了,还要怎么样? 订婚宴没了,重新办就是了,但是夏明轩那边很可能会出事。 我走了两步挡在门口,和姜仪眼神对视,如果我告诉你夏明轩根本没出事呢? 姜仪像被踩了尾巴的猫,立刻炸毛,许承言你有没有心? 夏明轩好歹是和你一起长大的朋友,不过就是个订婚宴,你至于这样,见不得她好吗? 又是这样,明明是夏明轩处心积虑想毁了我的订婚宴,到头来,又成了我见不得她好,从前到现在,总是如此,夏明轩可以对我做再多的事,但我只要提出一点意见,都是我有红眼病,我急恨她,我闭上眼睛,侧身让开了路,将一夺门而走。 她用力太猛,推开的门从墙上反弹回来时,狠狠撞了我一下,疼痛让我迅速清醒过来,主持人在外面敲门,问我可以开始了吗? 我站在原地愣了三秒,然后回答她,今天的订婚宴取消了。 我向她表示了歉意,并且告诉她,我接下来的安排。 江一当初是不肯用她的,觉得女孩子做婚庆主持不太好,我聊过之后,果断定下了她,江一还和我闹了点小矛盾,我也没有妥协,她的确是素质过硬,听我说完后,很快帮我确定了新的方案。 宴客厅里,大家都等着开席,我深吸一口气站上舞台,拿起话筒,今天是我的生殖宴,大家吃好喝好。 底下顿时骚乱起来,我爸妈和江一的父母都诧异地望向我,我没有解释,把话筒交给了主持人,他很快让现场躁动的气氛平静下来,除了偶尔扫过来的探究的眼神。 无人在提定婚宴的事情。 送走宾客后,我把江一父母和我爸妈都带回了家,我从房间里翻出那对和江一一起买的婚戒,还给了江一父母,叔叔阿姨,是我和江一缘分不够,这对戒指就还给你们,希望江一以后能找到他真正喜欢的男人。 江一父母怎么也不肯收,还说回去会替我教训江一,我拿出手机,点开夏明轩的朋友圈,最新一条动态是,他说永远不会放开我的手,配图是两只手食指相扣,可笑的是,其中一只手上还戴着我准备的订婚戒指,江一父母一眼就认出他的手。 江母试图替他向我道歉,成言啊,这件事情是小姨做得不对,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,阿姨替他给你道歉,是江家对不住你。 我摇摇头,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和江父江母无关,我也没有怪过他们,腿长在江一身上,他想去哪儿,谁也管不了。 只是,我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的道歉,就把这件事结果,对于江一,我给的机会已经够多了,现在,我不忍了,夏明轩说自己有危险,不过是骗江一的小把戏,每每我和江一在一起的时候,他总会出个不大不小的意外。 最后都是平安无事,这是他的老招数,像个女人一样,用这种争宠的小伎俩,偏偏百事百灵。 他说,他江一结婚后,就不会管他了,所以要测试江一心理他的重要性,江一一次次向他证明,即使他要和我结婚,也不会放弃他,那没关系,我放弃就好了。 我起了个大早出去跑步,顺便买了早餐回来,妈妈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开了口,小言,昨天听你说,庆祝你成功升职,是什么意思啊? 我咽下嘴里的包子,才回答他,妈妈,我老板打算在北边开个分公司,问我有没有异象过去,他想提拔我就答应了。 可是哥,你上次不是说那边太冷,打死不去的。 弟弟仰头看我,反应有些迟钝,妈妈连忙伸手过去,把豆浆的吸管塞进他嘴里,我冲他咧嘴一笑,没办法,他给的太多了。 之前我不想去,是姜姨说不希望我离他太远,我们马上就要结婚,分居两地对彼此感情不太好,考虑到这点,我才拒绝了老板,可是现在,我突然发现,姜姨不值得,老板看到我进办公室的时候,眼里也划过了一丝意外,跟他共事多年,他了解我的性格。 从不为自己的抉择后悔,这还是第一次,我以为你做了决定就不会后悔,正准备物色新人呢,既然你改了主意,那这个位置就还是你的,什么时候能过去,需要我给几天假吗? 我摇摇头,不用,我马上就能到岗。 我把手里的事情都整理了一下,交接给一直跟着我的助理,直接订了明天的机票,下飞机之后,我打开手机一看,几十个位接电话,有姜父姜姆的,也有我爸妈的,还有我弟的,我还看到了一个意外的名字,夏明轩,她的名字和姜姨锦铃。 看来是两个人先后打我电话,不过飞机上我关机了,都没接到,我也懒得搭理,只给爸妈回了电话,那便很快接起,小颜啊,下飞机了吗? 有没有人接你? 听说你那里可冷了,你记得多穿点,我妈还没叙道完,就被我弟抢过了电话。 哥,姜姨姐今天打电话来家里,问我你去哪儿了? 不过你放心,我是肯定不会告诉她的,就要狠狠亮她一回,让她知道珍惜你。 我淡淡一笑,我没打算亮她,不相干的人,有什么亮的必要。 电话那头舒然安静,我听见一阵推嗓的声音,然后是我弟开口, 哥,你认真的呀,真不要姜姨姐了。 嗯,不要了,我又闲聊几句才挂了电话,一出机场,我就坐上了车,来接我的是老熟人, 知道我要来洛城后,陈静熙就说要来接我,我只好把航班时间发给了她, 她握着方向盘,还不忘跟我唠嗑,你怎么会来洛城,你不是最怕冷的吗? 姜姨怎么没陪你一起来?我揉了揉眉心,我来这边打理分公司的事情, 姜姨陪着夏明轩呢,我跟她没关系了。 她猛地扭头看我,我忙提醒她看路,日子还长,我可没打算为了姜姨寻死, 陈静熙把车停到路边,摆出一副打破砂孤问到底的架势, 我索性把姜姨和夏明轩的事倒了个干净,姜姨一开始就弄错了一件事, 我与夏明轩从来不是朋友,小时候见到夏明轩的第一面, 我就无法对她产生好感,夏明轩永远是脆弱的,需要保护的。 我的生日聚会,夏明轩说一个人呆着想自杀, 姜姨就连生日歌都来不及唱完就跑了出去, 第二天,她又买了个小蛋糕来哄我,别生气了,我就是看她可怜,怕她出事。 姜姨拍着胸脯向我保证,我才是她最重要的, 可是后来,我送她的礼物出现在了夏明轩手上, 姜姨去上课外班,夏明轩非要拉着我去她家玩,我被迫去了, 路过客厅的时候,有个路飞手办被她撞飞出去,手办四分五裂, 她赶忙找扫帚来扫,还故意放慢了动作,我清楚地看到, 手办的底座上有我的名字,我忍不住捡起来看, 写的是,姜姨是天下第一大笨蛋, 许承言是我省吃俭用大半年送给姜姨的生日礼物, 她收到的时候几乎蹦起来,捧着手办亲了好几口, 说谁来,也不能抢走她,可是那天, 手办出现在夏明轩家里,并且碎了, 我强忍平静地问她,手办为什么会在她这里, 夏明轩一脸可惜,这是姜姨送给我的呢, 我说我最喜欢的动漫人物就是陆飞, 可惜有个珍藏版的手办收不到, 姜姨说她家里有,就拿给我了, 哎,结果被我不小心打碎了, 她知道了怕是要生气的, 承言你可千万要帮我瞒住, 我那时还小,不懂得遮掩情绪, 拿着剩下的底座就跑了, 好几天没搭理姜姨, 几天后姜姨主动来找我, 我还以为她和上次一样是来道歉的, 她却板着一张脸, 那个手办我只不过借给夏明轩看看, 上次也是我说过, 她爸妈不在家的时候, 如果害怕,可以叫我, 我跟你道歉的时候, 你也说不生气了, 为什么又要去找她的麻烦? 三,找夏明轩的麻烦, 我一脸茫然, 我什么时候找她的麻烦了? 姜姨咬牙切齿, 你还跟我装? 不是你跑到她家里, 故意摔碎了那个手办吗? 许承岩, 你别太小气了, 我被她骂得鼻子发酸, 却还是执意说出真相, 夏明轩说是你送给她的, 而且东西是她自己摔碎的, 我根本没碰过。 姜姨却根本不信, 许承岩, 你要说谎也找个好点的借口, 夏明轩那么喜欢这个手办, 连借走都拿个箱子装得严严实实, 她怎么可能自己打碎手办? 你就算不高兴, 也没必要冤枉人家。 我被姜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, 也坚决不肯去跟夏明轩道歉, 就这样和她冷战了许久, 直到后来夏明轩家里出了一事情, 她被奶奶接了回去, 我和姜姨的关系才渐渐回暖, 我从没想过夏明轩会再次出现, 那时我和姜姨已经确定关系。 她祖局给我过生日, 夏明轩跟在姜姨后面, 跟我说, 许哥哥生日快乐。 我的朋友们看着这个突然进来的陌生人, 意识不知该如何搭话, 姜姨主动介绍, 说那是她的弟弟, 我皱着眉, 不太高兴, 但是姜姨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, 我最终还是没说什么, 夏明轩却不肯罢休, 她从门口的大箱子里, 取出一个路飞手办, 要送给我, 许哥哥, 以前因为这个手办, 害你和姜姨吵架,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, 希望你不要再生我的气, 以后和姜姨好好的。 气氛一时冷明, 姜姨和我的脸色都不太自然, 因为夏明轩的出现, 我的生日聚会分外尴尬, 更糟糕的, 是我和姜姨陷入了一个怪圈, 只要是我需要姜姨, 夏明轩那边, 也必定会需要姜姨, 帮一个不大不小的忙, 姜姨说她一个人在这边, 连个朋友也没有, 她只能过去, 我不同, 我有那么多朋友,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, 有些事情, 朋友帮忙和女朋友帮忙, 是不一样的, 她知道我不安心, 信誓旦旦保证, 说永远把我放在低位, 为了哄我开心, 还特意安排了一场旅行。 我为此推掉了老板交给我的项目, 我还记得老板皱着眉头问我, 你应该知道, 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意味着什么? 我当然知道, 意味着升职加薪, 意味着我在公司多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, 就算是这样, 我也放弃了, 可是那天, 江仪他没来, 我在夏明轩的朋友圈里, 知道了他的去向, 夏明轩发的是一张图片, 没有任何配文, 照片里夏明轩穿着泳裤, 江仪的手就放在他的腰上, 这张照片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, 我窝在订好的酒店里, 一天一夜没有出门, 江仪终于匆忙赶来, 他一来就急着解释, 出发的那天, 夏明轩突然打电话来说自己刚刚溺水了, 很害怕, 江仪都来不及告诉我, 就转头回去看他, 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, 夏明轩是在学游泳, 腿抽筋才呛了两口, 他说刚溺水太害怕了, 求江仪陪他一会儿, 我目着一张脸听完, 想要说分手, 江仪却抱着我的手恳求, 说他知道错了,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, 并且告诉我家里已经选好了订婚的日子, 我看着他手里的订婚戒指出神, 脑海里突然有个奇怪的想法, 会不会订婚了? 江仪就能坚定地选择我, 我鬼使神拆板答应了, 然后被现实狠狠扇了一巴掌, 说完全不难过是假的, 我和江仪从小一起长大, 却抵不过一个半途加入的人, 陈静西越听, 握着方向盘的手就越紧, 在他发作的前一瞬, 我的手机响得起来, 是江仪, 许承岩, 我们都要结婚了,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? 夏明轩这次真的是出事了, 你不要和小时候一样, 不要小心眼好不好, 我任由他说完, 才轻轻说了一声, 好, 他显然也没料到我这次这么配合, 语气也软了下来, 那, 那既然这样, 你给夏明轩道个歉吧, 你道个歉, 这件事就算完了, 我握紧手机, 再次和江仪确认, 你确定吗? 我和夏明轩道歉就完了, 他在那头胡乱点点头, 说是的, 真好, 是他亲口说的, 我们完了, 我笑了笑, 对着手机那头说道, 对不起啊, 夏明轩, 耽误你们那么久, 祝你们幸福, 没等到江仪回答, 陈静熙已经抢走了手机, 夏明轩你个别犊子, 道你孙子的歉, 给老娘滚, 他气急败坏骂了一通, 然后狠狠挂了电话, 挂完才尴尬地看着我, 那个, 刚刚一下没忍住, 你不会怪我吧? 我好笑地摇摇头, 当然不怪, 我怎么会为了一个陌生人, 生朋友的气呢? 不知道江仪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, 我打开门的时候, 他很憔悴, 江仪, 你怎么会在这里? 江仪死死盯着我, 你那天说的话, 是什么意思? 哪句话?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, 江仪敏纯, 你对夏明轩说, 祝我们幸福, 你为什么要祝我和他? 哦, 是这是, 想起来了, 他那么多次奔向夏明轩, 我以为他应该是对他有几分心思的, 难道是祝福错了, 他其实另有所爱, 要是真的另有所爱的话, 那天好像的确说得不太好, 我想了想, 决定收回那句话, 对不起啊, 我不知道, 你喜欢的不是夏明轩, 要不你和我说, 一下你喜欢谁, 我重新给你祝福一次, 江仪盯着我的眼睛, 双眼泛红,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, 许承岩, 你明明知道的, 我知道, 我知道什么? 江仪瞪圆了眼睛, 你知道我一直都只爱你, 我说过的, 这辈子只会和你在一起, 是这事啊, 怪晦气的乐, 我嫌弃的拍拍身上不存在的灰, 想要关上门, 江仪却死死扒住门缝, 不许我关, 我真是搞不懂他, 明明被逃婚的是我, 丢脸的也是我, 为什么他却能做出我, 使乱中气的模样, 是不是我逃了定婚宴, 你不开心, 故意和我闹脾气? 小言, 那天真的是有原因的, 我会补办一个比上次那个更好的, 江仪在门口叙叙叨叨的, 周围有邻居开始好奇的探头, 我向来不喜欢被别人看笑话, 我让江仪去楼下的咖啡馆等我, 直到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完, 才开车回去找他, 江仪仍然乖乖坐在咖啡馆里, 我在他对面坐下, 目光扫过他的手机, 上面有几十个未接来电, 全是夏明轩, 我朝手机弄弄嘴, 要不你先接完, 咱们再聊, 万一有重要事情呢? 江仪没有动作, 我交代过他的朋友, 如果有事, 他们会去帮忙的, 我呕了一声坐下, 原来夏明轩不是只有他一个朋友啊, 原来他来找我之前, 先安顿好了他啊, 他紧张地看着我, 想要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, 被我灵巧地躲开了, 我可是有原则的人, 别人的女朋友不能碰, 我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, 开始帮江仪回忆, 你记得吧, 小时候我过生日, 大家再给我唱歌, 你一个人跑了出去, 你说他爸妈不在家, 你说好要去陪他, 江仪, 你不记得, 你也说过一定会陪我过生日的, 江仪急忙解释, 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害怕, 你有那么多人陪, 我想着没关系, 我挥挥手打断他, 接着说, 陆飞的那个手办, 我攒了好久, 买回来的时候, 被我妈看到价格, 被收拾了一顿, 我拼命护在怀里, 想着给你一个惊喜, 可是后来, 他出现在夏明轩家里,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难过, 我那么辛苦才送给你的东西, 怎么那么轻易就到了他手里, 江仪情急, 他说他很喜欢陆飞, 可是这个手办很难买, 他就是想借去看看, 不是的, 我盯着江仪的眼睛, 不是这样的, 江仪, 他说你送给了他, 并且亲手摔碎了我的礼物, 我抱着写由你名字的碎片跑了, 我等你解释, 你的确出现了, 却是怪我不该欺负他, 江仪有些违逼, 不再抢着解释, 然后, 是我们恋爱后的事情, 江仪和我恋爱, 算是水到渠成, 江叔叔和我爸关系好, 这些年, 我们搬家都是一块搬的, 我和江仪几乎是朝夕相处, 夏明轩再次出现的时候, 我以为这次我稳操胜券, 我想到往事, 心下还有些愉愤, 江仪, 我的生日上, 他送我陆飞的手办, 不过是为了提醒我, 他曾经打败过我, 是你的偏袒给了他底气, 他一次次挑衅我, 你和我约好的旅行, 都能因为他临时回头, 你担心他溺水, 有没有想过, 我一个人待在酒店? 是什么感觉? 江仪, 你忘了, 我怕黑, 我的语气非常轻, 完全不是平日里和他讲话的模样, 他却红了眼睛, 江仪定好的酒店, 是在一处深山里, 可以泡温泉, 偏偏那天的电力系统出了问题, 整个酒店都停了电, 我虽然是大男人, 但小时候留下了阴影, 没办法在完全黑暗的空间里独处, 江仪是知道的, 即使睡觉, 我也会留一盏夜灯,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敢闭眼, 江仪找来的时候, 我的脑袋还处于无法思考的状态, 混沌地答应了订婚, 没想到, 是自取其辱, 我自嘲地笑了笑, 你那天走的时候, 其实我很庆幸, 庆幸你坚定地选择他, 好让我没有回头路, 可走, 以后别人问起来, 记得说清楚, 是你不要我的, 不然怪丢人的, 小时候你最好面子了, 这回我可是给足你面子的, 你可得念我点好, 我越说脸上的笑容就越盛, 我就那么看着江仪, 江仪却咬着手流下泪来, 我起身要走, 他踉跄了两步, 扑过来抓住我的手, 小言, 小言, 我知道错了, 我真的知道错了, 我会改的, 真的, 我会改的, 我没有不要你, 我爱的人一直只有你, 我被他抓住, 一时间挣脱不开, 只能回头看着他, 江仪已经哭红了眼睛, 我从没见过这样子的他, 我想去掰开他的手, 他却握得十分紧, 摇头祈求地看着我, 不要, 小言, 你别走, 可是先走的人, 一直都是你啊, 我低头看向江仪的手, 怎么有人, 在一次次伤害别人之后, 还能说出爱他的话呢, 我不懂, 江仪仿佛被什么烫了一样, 飞快地松开手, 想过来触碰, 又小心翼翼不敢伸手, 对不起, 小言, 我以后不这样了,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, 这次我没有说话, 转身推开了大门, 没有回头, 分公司起步不容易, 我连家也很少回, 还是到了过年前两天, 才抽出空回家陪陪爸妈, 江仪家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, 从我的窗户往外看, 就能看到他家的院子, 我拉上了窗帘, 没往外面看一眼, 和江仪分开之后, 我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, 整个春节假期, 我从江仪家门前来来回回路过十几次, 都没有往里走一步, 哪怕江母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喝杯水, 我也婉拒了, 年初五那天, 陈静熙来我家拜年, 我妈听说我在那边落脚, 得了他不少帮助, 执意要拉着他一起吃饭, 算是感谢, 余光扫过窗户, 瞧见一个熟悉的人影, 我弟偷偷跟我摇耳朵, 在家门外站一天了, 也不知道站给谁看, 我示意他别说了, 然后去给江母打了个电话, 跟他说明了情况, 江妈妈很快从家里出来, 拉着江仪回了自己家, 我松了口气, 陈静熙突然问到我, 分公司那边走上正轨后, 你打算留下还是回来, 啊, 我懵了一下, 应该会留在那边吧, 总公司这边有老板自己管着, 我在那边更自由一点, 陈静熙点点头, 没再说什么, 老板说我前年太辛苦, 给我多放了几天假, 休息到元宵后才回去, 也不知道陈静熙是怎么修的, 竟然也拖到节后, 非要和我一道回, 他起先还能和我聊天玩笑, 扫了一眼后视镜, 就笑不出来了, 江仪跟在后面, 我看了一眼, 果然是他, 我有些头疼, 那天把事情和他说开后, 我以为我们会有默契, 彼此互不打扰, 没想到江仪好像倔尽上来了, 陈静熙主动给我提了个建议, 要不你找个新欢, 让他死心, 我茫然地看着他, 新欢, 哪里来的新欢? 陈静熙单手握拳咳嗽了一下, 耳垂诡异地染上一抹飞红, 嗨嗨,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,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帮你假装一下, 陈静熙那天说的话, 让我当下有些发懵, 我不清楚他是真的为了帮我,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, 认识他这么多年, 我从没有察觉, 他对我有什么朋友以外的感情, 江仪屡次打扰, 我犹豫再三, 还是打电话给陈静熙, 拜托他来公司找我下班, 看到陈静熙的时候, 江仪眼神都变了两分, 你来干什么? 陈静熙笑着回答他, 来接男朋友下班, 我拉开车门, 江仪却扑过来按住, 许称言, 我不许你跟他走, 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, 然后从容上车, 江仪, 别这样, 你不是一向最大方的吗? 我笑着, 看他松了手, 慢慢蹲在地上, 脑袋埋在膝盖上, 江仪的身影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, 不知怎么, 我心里有种莫名的畅快, 从前都是我固执地拉着江仪, 不允许他去找下明轩, 可是他总是失望地看着我, 劝我不要那么小气, 现在我大方了, 他反倒不乐意了, 车开出不久, 有个男孩子在右前方招手, 陈静熙让我减速停下, 问他有什么事, 男孩探头往车内扫尸了一圈, 看到我之后脸色有点变化, 师姐, 能不能顺路带我一程啊? 我今天正好有事要去你家那边。 陈静熙皱紧了眉头, 小心地偷看了我一眼, 摆手拒绝他, 不行, 今天我要陪男朋友, 跟你不顺路, 你打车吧。 说完他就摇上车窗走人。 我全程没有说话, 陈静熙却主动跟我解释, 那是我以前实验室的师弟, 今年刚调过来这边, 我没主动见过他。 我有些好笑, 他跟我不过是假装的情侣关系, 有什么必要和我解释呢? 江仪就不会这样, 他每一次去帮夏明轩, 都只会觉得是理所当然, 是好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, 我要是阻拦, 那就是不懂事, 小心眼, 我已经学会了, 不会再插手别人的事情了。 陈静熙偷偷看了我好久, 发现我是真的没有在意, 他指尖微微发白, 他和我配合得很好, 只要有将一再的场合。 他总是表现得无可挑剔, 我和他一到处去吃饭, 江仪阴魂不散地坐在我们对面的座位, 中途陈静熙接到了他小师弟的电话, 他的眉毛皱成一团, 这种事情你找我不合适, 学开车你可以去驾校报名, 选电灯你应该找客服, 要搭车可以直接打出租, 师弟, 我说过, 我有男朋友的, 我不想让他不高兴。 江仪听见了他的话, 脑袋缓缓垂了下来, 夏明轩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, 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一起的我和陈静熙, 脸上浮现喜色。 江仪, 你真的在这里, 我找了你好久, 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? 江仪抬头看着他, 声音嘶哑, 有什么事情吗? 夏明轩看着他, 公司职位调整, 我这个岗位要回开车, 你能不能教教我, 别人教我我不习惯。 我顿时来了兴致, 放下了筷子看向那边, 江仪也正好看过来, 夏明轩这招屡是不爽, 他总是说, 除了江仪他谁都不信任, 江仪就会心软, 就会不顾我的阻拦, 跑去围安前马后, 这次却有点不一样, 江仪听到他的话之后, 反而看向了我。 眼神好像在期待些什么, 陈静熙也看到了他的眼神, 忍不住转头问我, 他看你干嘛? 该不会是指望你阻拦吧? 我笑着拍了他一下, 说什么的, 无关紧要的人, 管他干什么。 我的话让江仪一下子垮下来, 夏明轩健壮, 把矛头对准了我, 许哥, 我和江仪只是朋友,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, 也是应该的, 你说对不对? 我笑咪咪地附和他, 你说的对, 江仪是你最好的朋友, 当然要时时刻刻帮助你了。 他挑眉望着我, 然后转向江仪。 你看, 我就说许哥最好了, 他肯定不会嫉妒你帮我的。 江仪却根本不理会他, 陈静熙看出他的眼神不太对, 截了账就带我走人, 只留下夏明轩和江仪, 后来我听说, 江仪那天发了疯, 他把夏明轩脖子上戴的项链扯了, 把他推在地上, 夏明轩的手扎在碎玻璃片上, 鲜血淋漓, 江叔叔去橘子里捞了他, 江叔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 声音十分疲惫, 小言, 叔叔知道是阿姨的错, 但是叔叔想拜托你, 来看他一次好不好。 江叔叔和我爸关系很好, 年轻时没少帮过他, 我想了想, 还是答应了, 还带上了陈静熙, 我倒不是故意的, 只是不想陈静熙多心, 江仪躺在病床上, 看到我的时候雀跃了一瞬, 又在看到陈静熙的时候消失, 我假装不知, 江叔叔说你身体不舒服, 我爸让我来看看。 我李叔做得很周全, 鲜花水果, 全部放在江仪床头, 礼貌但不亲近, 江妈妈看着我和陈静熙, 想说又没说什么, 江仪颤抖着伸出手, 掌心摊开, 赫然是我和她的订婚戒指, 没记错的话, 订婚那天, 她好像把戒指送给了夏明轩, 江仪语气很轻, 那天我没有和夏明轩怎么样, 她说想看看, 我就取下来给她了, 她说不小心丢了, 我想着反正还有结婚戒指, 这个丢了就丢了, 可是那天我看到她戴着脖子上, 我拿回来了, 小言, 我原样拿回来了, 所以, 我们还能不能回去, 这句话江仪没有说出来, 因为我抬起了手, 对她展示了我的无名指, 那是陈静熙送给我的, 我和陈静熙说好互相作戏, 她帮我解决江仪, 我帮她解决催婚烦恼, 那天她爸妈非要她去相亲, 陈静熙就拉着我去打掩护, 当着陈叔叔和陈妈妈的面, 把戒指给我戴上了, 今天我说要来看江仪, 陈静熙死活让我戴着, 戒指的确有点用, 江仪最后那句话, 到底没说出口, 临走时, 我告诉江叔叔, 我和江仪就只能到这了, 希望以后她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, 我全身心投入工作, 再没想起江仪, 倒是陈静熙隔三差五就要跑来看望我, 说是奉我妈的旨意, 盯着我吃饭, 陈静熙长得漂亮又气质, 办公室一堆刚毕业的小伙子蠢蠢欲动, 我俩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, 有个实习生跑来问她, 陈小姐, 请问你有男朋友吗? 陈静熙愣了一下, 笑着指了指我, 这得问你们许经理, 实习生愕然, 然后脸色瞬间爆红, 连连给我道歉, 说她不是故意的, 我看了陈静熙一眼, 不是说解决完事就散活吗? 她难得笑得紧张又羞涩, 你的事情解决了, 我的可还没有解决, 许承言, 我想拜托你, 考虑我, 陈静熙非要带我回家, 她敲了好久的门也没人开,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, 看来叔叔阿姨不在家, 要不我们改天再来吧, 屋里瞬间有了回应, 在家的在家的, 这就来了, 门打开, 她妈妈笑得十分灿烂, 热情地把我迎了进去, 叔叔阿姨忙前忙后地给我倒茶, 洗水果, 趁着陈静熙去帮忙洗菜的功夫, 陈妈妈把我拉到了她的房间, 她从陈静熙的抽屉里, 掏出一个风干的芒果盒, 我不明所以, 她悄悄看了厨房一眼, 确认陈静熙没有在看这边, 才告诉了芒果盒的由来, 高二那年, 陈静熙突然带了个芒果回家, 天天放在书桌旁边, 又舍不得吃, 陈妈妈起初还以为是她馋了, 给她买了一堆芒果回家, 陈静熙却一口也不吃, 只是每天摸摸书桌上的那一个, 她终于忍不住问, 陈静熙回答得含含糊糊, 一个同学送的, 什么同学送的芒果, 天天看着又舍不得吃, 奇奇怪怪的, 陈妈妈的疑问, 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得到了解答, 班上许多同学来陈静熙家里做客, 陈妈妈削了一堆芒果, 陈静熙也削了一个, 她给所有同学都送了, 中间也包括我, 陈妈妈说, 只有我的那一个是陈静熙亲手削的, 陈静熙大学毕业之后, 被她导师极力挽留, 她原本非要回来, 后来不知怎么, 又突然松口答应了, 然后陈妈妈就听我妈说, 我谈了个对象, 故事戛然而止, 她说, 那时候一直催陈静熙相亲, 就是希望她能快点走出来, 并不是真的要催她, 我猜她一定没有告诉过你, 她其实早就对你心怀太意, 从陈家回来之后, 我想起了很多往事, 高中那会班上经常有人开我和陈静熙的玩笑, 班上组织爬山, 陈静熙死活不去, 同桌说, 让我去说, 陈静熙一定答应, 举办毕业晚会的时候, 文艺委员让陈静熙主持, 她起初没答应,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, 我是男主持, 陈静熙就点了头, 派毕业照那天, 班上有许多男生找陈静熙合影, 她都没有同意, 除了大合照, 她没单独和任何一个男生合照, 除了我, 当事情冒出了头, 一切的不合理都有了解释, 我拿着那张唯一的合照找到陈静熙的时候, 她脸色爆红, 要不要解释一下, 她索性两眼一闭, 就是暗恋你怎么了, 她闭着眼等我的宣判, 而我的唇在她的脸颊擦过,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, 我们的席帖很快发得出去, 陈静熙告诉我, 她注意到我是因为发现我的特权, 只会给江仪, 她很羡慕那样明晃晃的偏爱, 但是她见过江仪和夏明轩在一起, 江仪不值得, 有人值得, 我们婚礼的酒店, 选在当初和江仪订婚的酒店, 陈静熙说, 她想要抹去我曾经的难堪, 我拗不过她, 还是同意了, 去订酒席的时候, 酒店的招待跟我八卦, 说在我结婚宴会厅的对面, 也有一对新人订婚, 南方的名字和我一样, 我笑了一下, 没太在意, 直到那天我和陈静熙到门口迎客, 看到了对面宴会厅的人, 江仪就站在那里, 穿着和那天一样的礼礼服, 与我遥遥相望, 她一步一步走过来, 承言, 我欠你的, 现在都还给你, 好不好? 我从门口的情间里抽出一张, 双手递给江仪, 订婚宴就不办了, 欢迎你来喝我的喜酒, 江仪的手几乎拿不稳喜帖, 那边的宴会厅, 坐着当初嘲笑过我的江家亲戚, 他们看着我挽着另一个人, 逐步走向红毯的另一头, 我再也没有回头, 夏明轩后来失去了工作, 那是江仪舅妈的公司, 她舅妈碍于江仪的情面, 一直没把夏明轩怎么样, 可是那天她搞砸了一个大单子, 她舅妈和客户谈生意, 对方是带着妻子来的, 夏明轩进去, 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了客户身上, 除了夏明轩, 剩下的一屋子人都变了脸色, 夏明轩却还不自知, 脆弱地向客户求助, 说她只是害怕人, 人太多了, 客户妻子当场摔了杯子走人, 她舅妈气得打电话叫江仪过去领人, 江仪却没护着她, 只说让舅妈公事公办, 舅妈毫不犹豫地开了夏明轩, 还在夜内传出了风声, 虽没说要封杀她, 却也彻底断了她在这行混下去的可能, 夏明轩上门求援, 江仪连门都没开, 江叔叔来我家做客, 叹息着跟我爸说江仪终于长大了, 我就坐在旁边, 没有接话, 只是握紧了陈静熙的手, 请不吝点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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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,